大家好,我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经理生涯 上期踢得还不错,两战两胜 但这个应该不会太长久 接下来对莱切斯特成 这个赛季其实我还没太想好怎么踢呢 因为我在猜如果模拟的话应该我们会输吧 但是我都自己踢 这个量是不是太大了 不过我们可以拿这场比赛模拟个试试 我们接下来就是对阵莱切斯特成 斯特成表演不错,正好可以试试水 斯特成基本上也在这个英超的中游中上游吧 我们用这个防反那套阵容模拟个试试 另外上期签孙新敏的时候 有朋友说这个亚洲外援的名额又取消了 好像新赛季的这个规定具体还没下来吧 最近好像又说又恢复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们这是个游戏就不这么较真了 亚外里能签的也就是个孙新敏 说着说着已经0比2了 果然不行 估计只要模拟的话 应该我们比赛应该还都是输吧 说到王榜的报价 我们的清训的小孩 给提边位 身高不是太高 但这个潜力还是可以的 不卖 一会我带大家看看我们这些还不错的清训小孩吧 我们顺便再整理一下阵容 接下来是联赛杯 不是很重要 直接换这个清训 模拟一下输得最好 能赢的话呢 你们就接着有这个友谊赛的机会 直接跳过 1比1点球输掉了 目前为止能肯定出场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将嘛 蔡岳荣 身高也不错 190 在游戏中不显得那么高 基本上在练练 应该还是个中规中矩的门将 至少不会太差 这个王榜 刚才有人要租借吗 73 可以提这个后场的任何位置 身高就算中规中矩吧 这个叫鲁锡 也是可以提这个后场的各个位置 就身高点矮 179 边位叫卢重坤 暂时没什么比赛机会 身高太高了 190的边位 那个心态也怪 其实他要是再长一点数值的话 倒是可以提右边位 这个叫徐坑史的70 其实他还可以 就身高矮 没什么花式 代球控球还好 这个蟹锯 一样中一般吧 这个潜力也是令人振奋的前景 是一般吧 应该是 最近新潜的 没什么特点 然后还有个尾岸 这个数值也不错 74 速度可以 控球也还不错 射门差 慢慢练 陈深我们上上赛季 踢过一些比赛 还是不错的 看看他今后成长情况怎么样吧 主要就这几个人 还有我们这个孙 踢中后 我已经踢很久了 孙共孙 对他也基本上比较满意 身高还是不错的 模型也好 弗洛姆 我们再模拟一场 弗洛姆 应该算英超下游的球队吧 垫底嘛 再模拟一个试试 要是还赢不了 呵呵呵 不论我们还有谁啊 这个9号前锋 原来纽卡斯尔吧 卡瓦洛 又落后了 迪亚兹扳平 对面红盘罚几个 我们要输 呵呵 或者了不起就平吧 廖立生 模拟小王子 孙明接着进球啊 冲塔西踢不上 进一个3比1 那看来弱一点 对我们模拟 还是有机会 抢一些分数的 还可以吗 说到刘若凡的报价 刘若凡难道要 不扬臣的后人 去法兰克服吗 一千万的报价 还是很良心的嘛 但我怎么舍得卖你 呵呵 我们看看这个下创啊 比较大的交易 卡斯特利奥 从AC米兰 转回到了曼联 曼联把金鹏贝 卖给了黄马 森森 从这个阿森纳 转回到了尤文图斯 这些价格还都好吧 卡斯特利奥 才7500万 都不是很夸张 败利也跑了 我觉得我们穿 穿孙心明 能排进前几吧 三十七 三十岁 还能卖5000万 梅杨 孙心明 这前十吧 至少有 五千二百万 有钱 看我们情绪盈啊 这个还不错 年龄有点小 这个一定要留下 这个也可以 83到94 181 这个我没签下来 18岁了 王毅吗 这个82到88 签个看看吧 要是四星以上呢 就可以多玩玩 三星的话 培养培养就卖了算了 我们看看啊 看我们新签了两个球员 敏捷72 速度也不是太快 空球段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双三星 没什么意思 不练的 看看这个 这个不错 来个靠谱的 一个四星的后腰 左脚 模型 就基本上 中塔西很像嘛 也很有力量 他要多练练 练前应该还挺好玩的 中塔西不提首发 还一直闹着要转会 这个中场不错 我知道我们这个赛季的目标是什么的 我们这个赛季的目标啊 我觉得 一些比赛 我们可以让清训多提一提 把这些 有希望的清训的数值拉起来 孙新民还入选了这个8月份最佳阵容 接下来是对纽卡斯尔客场 我又复制一套阵容 我自己踢啊 我们把这个清训啊 有机会把他们多提一些比赛 这个尾案右边前卫放在中间的位置上 成生啊 踢下刘若凡 踢点比赛 看那么长一数值 后防线换上两个边都换上清训小孩 防线这个边位的位置 想来说可以练一面 至少不会太危险 不像换前锋 这个对球队影响这么大 我觉得我们这个赛季 前六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可以了 明年踢踢欧连杯 也不是说非得必须 能踢欧连杯更好 踢不到其实也没关系 英超这些球场啊 都是原装原装的 但是这个阴影真是要命 0比1 一个川中 两个中卫就看着那么顶 其实我还在找球员呢 这个阴影太夸张了 本耶德迁进来 这个应该是有清训吧 墨西哥的 古头 或者日本的吧 0比2 没进 给我们留一线希望 你还不如进 越不进越紧 觉得该进的球 踢不进去 0比2 孙大利 搓一个 2比1 没有人防守 孙新民 立住在顶 诚诚 顶高了 晃晃人吧 队伍体能不是太好了 晨升下来吧 提够了 T压子上来 没准想拿一份 孙新民 2比2 还是靠他搓了 实在找不着自己队友 或者找队友太费眼了 这个在这个球场跑步 就跟在波浪上跑步一样 有一种地不平的感觉 孙新民再搓一次3比2 今年要是能取得好成绩的话 孙新民功不可目 孙新民搓撤太稳了 3比2又拿到3分 不容易啊 这个双方还是挺势均力敌的 MUTO应该就是个日本球员 我不是太熟 有没有指导的观众 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 接下来主场对曼联 看看赛成表啊 这种比赛 踢不踢没什么意思 肯定赢不了啊 曼联要不开始干一下吧 干暴罗比较开心 换回这个手法 曼联其实最大威胁 对我们来说就是卢卡库和伯格巴 后排插上的投球和这个战装式的投球 我们都防不了 看看曼联拍出来的是什么阵容 卢卡库 伯格巴也在 基本上还是挺强的 德海亚 又进了 一比这个 AI防搓设还是有缺陷的 它不像和人体啊 它知道你要搓的话 它会在禁区外靠你特别近 AI的话沿着这个禁区在这跑跑啊 它终究会给你一些空档的 尤其是比如说 这它在这个位置是应该后要防啊 还是应该编后会继续跟着啊 还是应该中场防啊 AI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切换 这个小空隙我们就可以搓一脚 有手环 好的好的非常棒 二比零 马奎斯没有逼他 我们做了个假扣变相 拿到这个绝好的射文机会 送进 这也进 高的不多 还把中塔西扔前面 这应该是门将站位的问题吧 阿奇姆彭下来 阿奇姆叔叔怎么又僵 明年是得卖了 迪亚兹上来 孙行云替先锋去 中塔西 守门还是差点意思 阿博格巴 博格巴 不知道博格巴要干什么 哈哈哈哈 柳柳凡 非常好的跑位 三比二 这个游戏要是能跟现实中一样 再让他练点力量就好 凭借刘若凡他一起绝杀 还是三比二在主场战胜了 曼联 柳柳凡那样表现确实不错 九点六分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暂时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